天哪 我看到什么了 我这一定是在做梦 怎么办 怎么办 阿罗 你怎么又睡了我分钟了 醒了 殿下 你怎么在这儿 昨日不知是谁 一把抱住本王 不让本王走 非要一起救起 怎么会这样 这不是一王府 我已经不是他的王妃了 我怎么办 是这样的 我偶尔梦游睡品不好 做不得数的 我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 你一定要狠狠地狠狠地叫醒我 好 好 还有下次 那个 藏书根还有很多文书 没有整理完 好 我先走了 快 快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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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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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柳姑娘 到底对殿下做了些什么呀 我只是犯了 全殿下女人都会犯的错 殿下宽宏大量 尤其犯错的还是柳姑娘 一定会折情处置的 柳姑娘放心吧 真的 殿下 柳姑娘只是犯了全殿下女人都会犯的错 属下见您宽大处理 退下 是 韩真我真是信了你的鬼 应该走了 应该走了 本王是什么洪水猛兽吗 怎么会呢 殿下 玉智金像 茂比潘 玉树临风 风流剃腾 怎么会是洪水猛兽呢 那为何要躲住我 我有猫 没有躲你吧 我还有很多事情好吗 我先去忙了 您自便 本王的藏书隔禁有这么多事要做吗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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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走啊 我太 adalah 大的 穴活 Crisp 遅穴 一定会打赶紧走 哪儿 就这 tipo saud 在哪儿呢 李爱卿 是此妇 这个我知道 时间带走了你 我指尖的所有 回忆却偷偷保留 心动在与你邂逅 不过是这那眼神的交流 点两夜的心头 都落在你我左右 作为反忧 成为逃避的借口 也不跟在街上 你的温柔 唱住身后的相守 成为我奔赴向你坚定理由 月色白了头 说一行不妥 他柳月清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殿下 殿下 殿下你消消气啊殿下 真是给他惯的 去 直接下聘 下聘 殿下 殿下你要娶谁啊 还能有谁 柳月清啊 哦 那属下让李布先去 那才问明请亲 你定屁你礼担 然后要和什么 然后直接下聘 啊 属下明白 哎 哎 这怎么这么多彩礼 恭喜恭喜啊 同喜 同喜啊 哈哈哈哈 我的 都是我的了 哈哈哈哈 退 退 退 再辟 退 再辟 爹 退 都退了两次了 常言道 吃不过餐 我这么大年纪了 不能再给脸不要脸 要退 你自己举腿 柳姑娘这是想通了 嗯 想通了 殿下 枪国特使上官宴求见 殿下先忙 你带来 你自己想通过 你把这个地方 都会被你好像 那我咋想通过 你不过 你上班 你不过 你能把这个地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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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裴学 所以你约我去春猎会 是为了让我做他的替身 看到我遇险后 你要救的人也是上官宴 感情你在这儿跟我玩替身文学呢 春猎会安排的替身是旁人 我也不知刺客会误人为你是强国使臣 但倘若那天出现的不是你 我又何必冒险相救 那我还不是因为你差点死了 倘若不是我 你 你又叫什么 上官宴送你面纱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什么意思 一块面纱而已至于吗 一块面纱而已 你不知其中寒意还敢收 那你要是知道了 你是不是要向天啊 寒真 面纱 不对啊 这里是东宫 我干嘛要走 柳月卿 完了完了柳月卿 你当这里是从前的义王府啊 韩真 关门 是 太子殿下 你不会是要抢抢名女的 抢抢名女 勇王向来都是明目张扬 你 我 拜托 欢迎认识 你 你 你 我 我就 我 我 我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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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俞公子 这是你的意思吗 我 我 俞明鹤 你说是你的意思吗 阿龙 你先带母亲进去歇息 芊儿 母亲放心 芊儿知道该怎么做 好 殿下 何事 今日俞明鹤去柳家退婚了 退婚 对啊 那俞明鹤看着蠢笨 也算是个听得懂人话的 是你擅作主张让他去退婚的 我 殿下 那俞明鹤本就两面三刀 对 是 是 人 人 是 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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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刚才都是误会 我同柳大人说笑呢 于大人 这么爱管本王的私事 那你便给本王听清楚 从始至终是柳姑娘看不上本王 但本王唯一想娶之人 只有柳月清一人 是 想通吗 殿下才是人中龙凤 岂是一般无能之辈可扑 殿下 月清月与殿下再接连我 清儿 退婚并不是我的意思 我只是因世心情定义 不知如何选择 离合 够了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是小儿有眼无中 既然婚事已退 殿下微臣就不多打扰了 告辞 走 逆子 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吗 走 刚刚 多谢太子殿下结尾 殿下厅内稍作歇息 请一步 我们家清儿 什么时候跟太子殿下 关系这般好了 殿下说 非清儿不娶 逼迫我一个小女子 很有意思吗 太子殿下 传出去你这就是手段肮脏 抢夺陈妻 那你又如何 当初你不退婚就没这么多事 还不是你贪生怕死 想是另行高知 你说话可要讲证据 本王梦到了 你的证据在梦里 我的证据应该在世人眼中 还有 你天天梦到我干什么呀 难道身边有所思 也有所梦啊 对啊 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本就应该属于我 恭送太子殿下 臭不要脸的裴老六 柳月清 轻轻不惜锁窗春 去坐长秋走马身 月清 你是怪本王 今日老落了你吗 这事我看不懂 不过月清你要是对我锁了窗 我定拆了整个院下 殿下怎么又在写这首诗啊 本王总觉得这些年 忘了很多重要的事 那如今殿下可曾记起 快了 王爷 王爷 您让属下盯着太子 这些日子总算有了收获 哦 说来听听 太子昨日和一女子也游上元节灯会了 可那女子前些日子刚跟于侍郎之子定妻 且那于家公子如今还在东宫任职 柳月清 太子 太子 于小子 有趣 有趣啊 有趣啊 殿下 臣 昨日殿前失礼了 无妨 谁和自己是 殿下 昨日失去少元节了 去了 你还有什么事吗 哦 不是 臣先退了 嗯 你的花灯 只要是你提的 都好 好 陈王殿下 早就听闻于公子博学多彩 深得太子器重 如今看来前途不可限量 陈王殿下谬赞了 只是于公子 这心也太大了 殿下 这是何意啊 于公子 这也不说话 小姐 今天城中 好声热闹啊 天下熙熙 结为历来 天下嚷嚷 结为历来 小姐 小姐 你说这话 阿罗怎么听不太懂吗 阿罗 你先回去吧 我在这里等于公子就行 他应该在路上了 是 是 我跟他从这里开始 也在这里结束吧 我跟他从这里开始 也在这里结束吧 送一公子回府 是 是 好久 我还能喝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他说 我跟他说 你还没喝 我跟他说 那是 我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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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 我跟他说 你还没有喝 你还没有喝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你可他说 我老 mare 我跟他说 有什么 你耳机 只不过 一盏花灯吧 你想要 却让我这个小女子来猜 传出去恐有不妥吧 我倒是觉得 只要是你 没什么不妥 停 你说要脱避回忆的结局 要熟悉 思绪 在凋液的心 却不愿平静 这花灯确实好看 如果两国两个再提示一首的花 就更好 今天不早了 我要回府了 是有些晚了 若再让人知道 我与柳姑娘现在还在一起 传出去确实不同 那您 想让我听什么诗呢 只要是你 等会 那等姑娘就不客气 在我的脑海 看走了我多少阴霾 模糊了又 深恳的轻微来 你依旧在 我的心头存在 我拉下来 遏心里 愚吐有礼 人而无礼 于箴以 愚吐有礼 人儿无礼 不透 不读 身后